就是那個測試級跟訓練級,我有稍微做分排 就是不要重複,然後又有把那一筆木比較大誤差的拿掉 就是現在這樣看起來是不錯,就是可以收斂這樣 就是阿可是它是還沒跑 阿會你怎麼會那麼奇怪,這麼多筆就只有那一筆力量超級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因為它就是好像那個F5X 特別大,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0.97的木 就是特別怪 就是拿掉後它整個誤差一定是 它拿掉是前項的 所以最後出來力量的分部,應該是正負石中間 對 好 那我下一版再寫一個,寫一個 寫一個狂呆的 就是少你的QE出來的力量 如果有一組大於正負石 就不要把它捨棄 OK 就是它的 要靠你嗎?我才能把它的寫得更完美 對,它原本是這樣 就是我沒有把那一組拿掉 它是像這樣,就是還是會有一點震動 不像現在這樣 而且 我拿掉之後它整個就是 這個比例子是不一樣 就是如果我這個用一樣的比例子 看這個整個是平的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阿學現在懷疑遇到 的困難 就是 有一組力量特別大 對 可是那組我已經拿掉 就是 對,之前就表示 表示 表示什麼 我們本來要預測在熱力局的範圍 大概在壓力跟溫度差不多到這邊 但是你沒有一組 離群鎖屜 對,所以就是 結果我們變成說這邊也要準 然後離這個 很遠的也要準 所以 變成都不準 對 就變成就是它會 因為那一組 天差很大的 然後就是 整個就會有影響 對 然後我現在就是 拿掉之後 那LAMS是穩定嗎 LAMS 這一組還沒跑完 所以我不知道 可是我測了 這一組 就是這一組 是 看起來它誤差的確定沒有很好 可是 我去跑它是 幾乎都穩定 只有一組有問題 就是 所以我現在測的這一組是 這一個一定也是穩定的 因為這一組的誤差比 剛剛那個還要小 對 就單元素 單元素的話我開一下 是有遇到兩個問題 主要是 有一個元素不會穩定 可是 其他都會穩定 這個是鋁 NVT嗎 對 NVT 就是都還是可以維持 那個 BCC結構 FCC結構 只是 OK 而且金格不會 變化太大 對 可是 我是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它的 它迷你買它很快就結束了 就是它 它跑沒幾步 它就直接做NVT 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會 它大概才跑19步 對啊 看它的力量 很低 可是它力量的話 就是沒有像之前 2NVM的 負十幾釋放這樣 可是已經找不到更穩定的結構了 對 就是 可是它密度我看是 跟時間值一樣 就是大概2.7 所以 對 就是 目前這個POTENTIAL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 就是它的那個 FORCE跟Energy的路上 就是 基本上是還算不錯 主要是那個 欸 這是成均的 沒有 這個是我 我畫我那個 現在的 然後是 用全場的那個PSO 那個去改 對 然後 這邊 其實小於 布什跟大於石的都 把它連記在這裡 對 這個是Energy 然後這個是FORCE 那就是說 這個 人家TAPER大概是多少 呃 之前 DV件的TAPER好像有 有秀那個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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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像這樣 它好像是分開 它是分開統計 就是它 它是有 五種元素 它是分開去統計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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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像是有 它好像是有 它是分開 算 他問自己沒有得到這個 這個MU MU MU 好耶 不管了 就是 這一組 是這樣的誤差 算 對 可是它的VIRAL就是有問題 就是 這樣 這邊 它整體的VIRAL是長這樣 然後我把它放大看鋁的 就是 會有問題 來 快點 我們 又可以知道 這些偏離太遠的 這些是什麼東西 這些嗎 喔 這些 這些 對 這些要把它給幹掉 這個是鋁應該是 欸 我要再找一下 對 像這個 這個是哪些結構 有這麼大的VIRAL 這我要再看一下 對 這個就要把它給 給它砍掉 OK 好 那 又有一個防災 這個是 就是 不要讓它偏差 偏差的太大 對啊 因為你看這個 因為它這邊應該是 剩一百 結果這邊突然有兩個 兩個結構算出來的VIRAL 突然特別大 對 那應該 這邊拿掉就是 對 它為了讓這裡 就會吸整個這邊的 對 會吸整個 整個都會影響 對 那能量有這樣嗎 能量不會 能量是 整體的 是 像這樣 能量是整體的 是像這樣 算還可以 這個是還沒有出於那個 BIDNS 還沒有出於 原子數 所以我們在 任0 裡面是輸入 它的 是輸入 對 如果要算半天而已 就是再輸到原子數 嗯 所以 原子數的話 它就會不會像這樣 就一定會 欸 對 會比較那個 因為這個是 對 就會比較近一點 因為它有些 我的原子數落差蠻多 就是54 OK 那它又是爆破來子 對不對 每一個能量 可能會出上不同的 對 所以最後這個分布 應該是比較連續 對 就不會像 那個viral的話 差太遠了 因為viral 你沒辦法正規化 因為viral本來就是正規化的東西 對 就是我 這個viral是 拿掉 把所有那個單元數拿掉 就是剩高商 對 至少它是蠻近的 對 對 因為我做測試 我這一筆其實 我可以不要 我可以訓練這麼多 可是我不要 不要看那麼 不要整個看 就是 這個就是整個看的 但我可以只選幾筆 進來 那這邊太多了 太大了 就把它給刪掉 OK 目前這筆應該是可以用 就是 然後現在就是 然後現在就是 這是高商的嗎 還是單元數 然後是說這一個嗎 對 你剛剛 那個是全 我剛才圈你那個模型 是高商跟單元數都換進去 就是所有的那個 所以現在可以模擬高商 就是可以模擬高商 也可以讓單元數也準 對 然後只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就是 彈性常數不準 然後第二個是 單元數不準 有一個 有其中一個單元數 它就是碳 它原本我們看是HCP 然後它 做完NPT 它會變成PTC 然後它 可是它也不會不穩定 可是它也不會不穩定 它是整個NPT 都是PTC 所以 我上網查它是 Tie也有PTC的結構 所以我現在就是 像這樣 它是直接 就是它整個過程 它原本是 HCP 然後 到後面就是 就維持PTC 所以 我是上網去找 它是 它也有PTC的結構 所以我現在就是 就是 有在做那個 就是我這邊 我現在在run它的那個 不同 就是 老實上那個 之前那個table 有寫說就是 要做每一個元素 它可能的結構 所以我現在就是 所有結構 它的FTC 跟HCP 也都給它 把進去 就是現在正在算 好 這個應該很快 對 NP算了就算了吧 我這個應該就是 蠻快的 不會很久 二十步 因為我們也是 慢慢摸索 要靠你們 摸索完 所以我講 二十步也不知道 會怎樣 OK 不是 在褲子拉針 我是只要拿 就是 0.95 和 1.05 那兩筆就要了吧 沒有 中間還要 那我那個彈性場數 也還要 一樣要送 就是 像他們 像那個操縱線寫的 一樣 也要 我現在是有用 就是如果用的話 之後那個viral 應該用0也沒差 對 就是可能viral的全動 就不用挑 應該也會做 就是如果也有 今天有算了嗎 現在是正在算 算的話 就算我們再投比例就好了 對不對 沒有 因為那個高昌好像不能算 就是 我是算單元數 就是 應該主要是單元數的那個viral 要組 現在 就是 算出來那個 鋁的誤差是這樣 就是 左邊是那個 我算的 然後右邊是實驗室 就是還差蠻多 是 用兆具的那個方法 沒有 這個是 都還沒擺進去那個彈性場數 就是 只是我剛才那一筆 一千萬 算 就是那一筆 就是這筆 這筆 然後它的viral誤差是 蠻大的 對 就是單獨viral的 然後是RMS 所以 就是可能 彈性場數要再擺進去 不然就是 像剛老師說的就是把這兩筆拿掉 然後讓這邊 這邊如果再準一點應該 可能這個就不會再差蠻多 剛剛那個是鋁齁 對我這個是鋁 我是隨便拿一支 就是你剛有兩點跳出去的 有些點 呃 對 這個是鋁 這個 這個 你說這個是鋁齁 好像不是 因為我現在把鋁這邊放大 它大概在0的這個位置 可是這邊的200不是鋁 你剛剛這個是什麼圖啊 第11 這個嗎 這個是鋁的那個viral 單獨放 我把它放大 就是只有單獨鋁而已 所以它 只有這幾點好 對 就是 對 只有這幾點好 鋁的那個 鋁的那個 所以你是一起扔領 這個是鋁 對我是一起扔領 對 所以這個鋁的誤差特別大 對 其實要看筆記石 就是它這個筆記石就是 跟這個派 只是 看得出來 就關於我怎麼只有這幾點 因為這個是只有那個OPT的 就是鋁的OPT的那一單筆 就是它可以看單筆的那個 但是它 它 我是拿OPT的Data去run 所以我這樣 我就是 看它的那個 鋁廢物不是有六個嗎 它 應該不知道是重疊在這邊 重疊 一二三四 可能有兩點在 對 這邊是只有 欸 等一下 Oltim來的那個 好像只有 放下好了 喔OK 你把三元圖的弄出來 其他都很準 其他的 就大部分都是在線上 可是 鋁可能就是跑到外面一點 這個是OPT的鋁 OK 所以鋁的權重 只有 一筆 對 現在就犧牲鋁了 反正只要總體的 Loss下降就好了 對 對 那其實如果就是 那其實如果就是 對 可是 沒有 可是它 它是也有放那個 我是也有放 NPT 跟NVT的進去 看一下 它是這邊 六個 對 就是 它應該會有六個點 對 所以 這是NPY檔 這是ROD檔 ROD檔 那表示這邊是 壓力全部是0耶 這樣不對 不可能是0耶 轉 出來 不可能是0耶 呃 看一下 真的是0喔 真的是0喔 就是接近零 然後他好像就直接 因為還有換算的那個單位 所以這個是OPT 對他OPT可能就是最後他就是整個是零 他一開始還蠻大的 到最後是零 這只有一個的例子嗎? 32顆 32顆 哇 那這個 那是這樣是OPT有問題 32顆算出來 30 32顆 力量都這麼小 對 力量都還蠻小 他已經達到穩定 因為這是OPT所以他達到最後穩定 力量他就會越來越小 對 密度 對 密度 這個密度 2.7 就是也是實驗值的 他最後也是維持這樣 呃 開笑 對 對 這是最後一筆 2.7 這是最後一筆 2.7 就是目前這筆 就是剛才給老師看的那筆 就是有往下的那筆 應該就是可以搜 對 就是可以整個都可以穩 OK 然後就是我之後會再把 現在這些其他結構的也加進去 對 就差不多 OK 啊 SMOVW我們161有嗎? 呃 好像有 看一下 我上次有算過 這樣子 我不曉得 我之後灌了 是不是有沒有 灌什麼 一旦 呃 好 好像沒 欸有有有 這邊有 有嗎? 對有 好 那我就是再把同的 對 SMOVW算一下 不準 然後 再來是 因為他們第一個要比對 我們DFP跟四個元素 算出來的性質 準不準 喔 就是單元素 對 如果不準的話 我們之後就出來 應該都不行 先比單元素 然後再 直接用DFP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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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再 就是 就是 SWAP SWAP就是已經在ROP了 就是我這邊是 就是沒有給它SWAP太多了 就是大概50步這樣而已 然後現在已經跑到一半了 好 現在一開始的模型是 就是 這支 我們用Forten產生的嗎 不是 不是 就是拿之前那個200萬顆 因為老實說要拿那個 對 然後我再去 200萬顆不是用Forten產生的嗎 不是 我是用那個Authenscape 就是 就是 我們Paper 在寫的 那個200萬顆 對 是Forten打亂 對啊 Forten打亂 然後這個是 目前就是 我 就是把它 打亂之後 然後就是 再重新 給它跑一次 給它正確的Potential去跑 就是要讓它7出 之前 我們現在寫的那一篇 你不是就已經有結構了嗎 對 我是直接用那個結構去 再去把它打亂一次 對 這個初始結構是 用我們Forten產生的嗎 就是 對 初始結構是用Forten產生的 然後我再把它打亂一次 就是 我在用昨天給老師看的那個Procode 再去隨機變動那個位置 然後現在正在跑 是喔 也可以啦 反正 反正你有一個結構就是完全 純HEA的嗎 對 然後現在就要弄西出的嗎 對 可是不知道 這樣看不看得出 西出 就是跑完不知道看不看得出 就是 就是它 它看起來還是這樣很亂這樣 對 所以 又跑出中間結構了嗎 沒有 就是 這個是最後 只有一筆結構 因為我想說 這個 就沒有RUN太多 就是 就是 它原本已經蠻亂 對 就RUN一次而已 然後看它有沒有西出 就是 啊在Swap的中間 沒有產生中間的結構出來 沒有 因為這個是只有一筆 就是 我只有弄一筆 就是 可能要RUN完50步才可以討出一筆 因為 因為這個原子數比較多 所以我就沒有RUN太多 對 不然它可能要RUN滿久 OK 好 大概是這樣 這以外看Faber是 就是 就是 它是 Deep Learning的Potential 然後它去 它去研究這個 這個材料 就是 它是氧化物 金屬氧化物 然後 是跟我們用的一樣 是不是 Potential 對 它是用Deep Learning Potential 對 然後 就是 它也是 它是用那個VASP去 去創立那個數字結構 對 然後 它是有去做一下那個 擴散係數的那個 算它的擴散係數 然後還有算它的RDF 這些 對 就是 軍方根目差 然後 擴散係數 對 然後它主要就是 它主要的比例是這樣 就是 CAO 然後 綠 兩個 然後 養三 對 然後就是 用VASP去建立數字結構 對 然後它左邊這邊是它的 它擺進去的Data 就是 就是 對 我看它應該是從那個 Material Project去抓的 對 因為它編碼都是用 MD就是Material Project 對 然後這個 黃色銀行比 黃起來的那個是它的 它的測試機 然後這邊是它的訓練機 對 然後 然後 就是它 它這邊都沒有訓練到它這個比例 就 最後它是跑 它MD是跑 它做模擬是跑這個 可是它這邊是 都沒有它這個比例 然後 這邊是它的那個 Deep Learning的設定 它的那個內容是 大概 Embedding Network 是 30、60、120 我現在也是 我剛才那個也是跳這樣 然後 Fishing Network也是 是300、300、300 但這個好像到240 就差不多 對 它關我遊戲 然後那個Arcade是6 然後它的那個Smooth好像是1.8 我是射5.8 然後權重就是跟我一樣 就是 能量是0.2 一開始 然後 力量是1000 然後最後都是1 然後它跑LAMS的時候是 5000顆原子 然後它去做NPT 然後NVT 然後最後它用那個VMD 跟OVITO去看 去分析 然後這邊是它最後的 它的那個收斂曲線 就是它的能量跟力量 就是它是寫說它大概在6萬的時候 完成收斂 對 然後它力量其實也是會有一點 對 但是力量其實也是會有一點震盪 對 所以它是 就是 帶一個很低的值 對 就是帶很低的值 就是還可以 對 然後它這個TEST 就是它是 就是其實它是分開擺的 它這邊就是只有擺它 測試級的資料而已 它訓練級的沒有放在這邊 所以它看起來就是會 會比較準確一點 就是它這邊是分別擺三種不同的 對 對 就是這個材料是不一樣的 其實都還蠻準的 然後再來就是 RDF 就是它有 它是發現就是 它從這個RDF圖它是發現 這個鋁 羊跟鋁它的配對是會比較穩定的 然後 這個圖比較可以看出 穩定的那個 就是這個是配位數 那它說配位數就是RDF的積分 OK 就是 發現那個鋁跟羊這邊有一個平坦區域 就是 可以證明它比較穩定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它去探討這個氧化鈣它的增加 就是它前面有講到就是它有 它會形成這三種離子 就是 -5架跟-3架還有-7架這個離子 對 然後 這邊是討論它的 氧化鈣的 莫爾素果 的增加會 會導致這個 綠色的 綠色的就是大概是 ALO4的 量會增加 綠色的 對 然後再來是 看它的劍角 就是 它有兩種見解 就是有 羊、鋁、羊 它說這種見解就是比較單純 就是有一種四面體 所以它的劍角就是大概在109.5 然後 這個 它這個 鋁、羊� 它好像有兩種四面體 所以它會比較複雜一點 然後它的劍角大概就是在 130這邊 主要集中在130 對 然後再來就是討論它的擴散係數 就是 這邊的話就是 可以發現那個擴散係數的話是 蓋會最大 對 那就證明就是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 氧跟鋁 對 不管在 不管在什麼比例都是 鈣的擴散係數會比較大 所以 成分 就是它主要的成分是 氧跟鋁 對 然後 結論就是 對 就是增加這個氧化鈣 會 降低 擴散係數 會降低 鈣的擴散係數 對 所以那個 主要成分就是 是氧跟鋁 OK 對 好